所以北港溪,因為泥沙太多,大船不能進去,那小船就在這裡,在外港卸貨 所以就是要靠牛汁,靠那些牛,牛車,用牛來再送那個貨物 所以牛多,尿就多,所以就有稱這裡說是牛尿港 後來覺得牛尿港不好聽,台灣要貨物的時候,準備要換一個名字,又不知道怎麼換 所以就請了風水師,那個風水這家,請一個風水塞來看一個地理,看一下地理 結果他到那個村莊的南部的一個大沙輪上面,看到他的村莊有七顆小沙輪 跟這一顆大顆的總共有七顆小沙輪,看起來好像一條龍 所以後來這個村莊就把它命名為成龍 換了成龍以後,這個地方真的會比較發達,所以很奇怪 有人要改名,像台灣雕,無鉤魚,價格很低,對不對 後來換成了胡碩魚,也不怎麼樣 到最後換成了台灣雕,改名成台灣雕 改成台灣雕,價格漲了好幾倍,對吧 所以改名字有好吃喔 你看馬蹄隔,我們去馬蹄隔 以前的馬蹄隔一斤五十塊,沒人要買 因為說一顆黑漆漆,好像幾個年不辛苦,那沒人要買 但是他把它命名為馬蹄隔 因為他長大,戰力好像馬蹄,命名為馬蹄隔 頭一個命名馬蹄隔,也沒人要買喔 沒人要買,怎麼馬蹄隔一大顆 沒人要買,到買的就是參加展賞會 去煮王家,大家說好,好吃 沒人要買,但是叫人要買,也沒人要買 那有一次就是去台北士林 在展賞會的時候,我來只要百幾件,只要幾件 那現在一斤三百,三百五十塊 帶去,三天去 一樣,煮王家,好,讚,好家 叫人要買,人也不買 這斤五十塊,人也不買 不用要怎麼樣 到了第三天,展賞會快要結束了 只剩下一個小時,一斤就買去 從這裡拿到店 拿這個最大的馬蹄隔,站在那裡說 台灣最大隔,馬蹄隔一斤一百五 哇,一斤而已,沒到一小時,那東西都不會完 為什麼 所以奇怪,一斤五十塊,沒人要買 一斤一百五,一斤就不會完 那我來說馬蹄隔,它的價格 價格,最低價就是一百五,最高價三百五 這是它的價格 現在呢 現在就是這樣,最低價一百五 以前就是五十塊,沒沒 好,那沒關係,我們到了,我們準備下車 好,我們一晚 好,我們一晚